房屋税在5月份开征 税单4月底就全部寄出去了 请民众收到税单要特别注意一下 而今年的5月31号适逢假日 缴款的期限是适延到6月1号 不过还是请民众要提早缴税 以免与其被加征的支纳金 有任何房屋税上的疑问 也可以向地方税务局来查询 既使用牌照税之后 5月份要记得缴交房屋税 花林县地方税务局表示 缴款书在4月下旬都寄出去了 没有收到税单的纳税人可以申请补发 我们房屋税是5月1号到5月31号缴纳期间 那今年开征是9400多件 那税额的话是5亿5400多万 那在4月17号的时候 我们的缴款书已经全面寄出去了 那乡亲如果收到缴款书的时候 要记得除了看我们的税额有没有正确 那我们记载的使用情形栏位 是不是符合现在的状况 那如果有疑问的话 一定要打电话跟本局 那还有我们的预理分局联络 收到缴款书的民众或许会发现 金额比去年增加 税务局也说明了原因 那我们最近接到很多电话来询问 那民众会问说 为什么今年的税金比去年还要多 那我们归纳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个就是因为增改建 我们如果增改建的话 营业面积就是只要我们的房屋面积变大 我们自然就会税额会变多 那再来就是有使用情形变更的状况 我们将房屋租给我们的营业事业使用 或者是做其他出租使用的时候 自然就没有办法试用比较优惠的税率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买最近两年来取得这个房屋的状况 那也许去年只有缴了六个月的房屋税 那今年刚好一整年十二个月的房屋税都要缴 那就会造成说 为什么今年的税额比去年还要多很多 今年5月31号适逢星期天 因此缴税期限延长到6月1号 不过最务局还是提醒民众 尽早缴款 宁愿忘记缴款 与其了会被加征至纳金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